一、不幸急就不生病,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玉宁,中国有句谚语叫忙中出错,我们讲的极端一点,十次车祸九次是快,对于身体的健康更是如此,快是魔鬼。 有研究发现,女性癌症患者80%性子级,60%追求完美,一颗高血压,关险病患者90%性子级,糖尿病患者60%以上性子级,脚状腺疾病患者90%以上性子级。 可见,一个筷子对我们健康,构成了明显威胁,很多人都是急脾气,我以前也特别急,可以同时干好几件事,而且总想尽快把事情干好,想快点知道结果。 做事效率很高,但在20年前的一次体检中查出问题一大堆,血脂问题,血糖灵解,血压问题等,我心想这样下去肯定不行。 于是我开始反思,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,其实生活方式也决定健康,就算是一辆再名贵的车,如果把油门踩到底一直开,不出一两年肯定坏了,人也一样啊。 别跟我说你工作太忙了,告诉你,事情永远做不完,而且,你真的想做多一点,那你就要活得长一点,时间优着点,你越优着点,你越能发挥作用。 二,不生气就不生病,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好万山,网上有句话说得好,不作死就不会死。 真的,很多病都是自己做的,很多疾病都和生气有关,不生气就不生病,生气所导致的疾病,到底发病率有多高呢? 去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,90%的疾病都和精神压力有关。 情绪是人的本能,但各种负面情绪,会经常影响到人的健康,所以很多人会有致不好的胃病,伴随一生的奄言等。 常控意识情绪本身就是一个养生常识,但可惜经常不被大家认识。 只要我们把控好情绪这个关,我们就可以不得病,不得大病,稍得病,晚得病。 所以,我要和大家说,病由心起,魔由心伤,不生气就不会生病,不作死就不会死。 这也许很难做到,但至少是在脑子里有这根弦,能时刻提醒自己也是好的。 三,不随意就不生病,要想健康不生病,就要规律生活,别太随意,今天想喝酒,猛喝一番,明天不想吃早餐,又不吃,这样太随意的生活可不行。 就像开车,路好,车也好,但一脚猛抓油门,车次达二百麦,一脚又猛踩刹车,立马停下,车不舒服,人也不舒服。 好的习惯要养成是很不容易的,要坚持几十年,甚至是一辈子,不能今天我想起来了,去锻炼去,明天没时间了,就放下了。 四,不嫌疾就不生病,原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青,多活动,不贪图享受,保护自己的功能,才能健康长寿,我经常不行,坚持体力活动,平日,只要不赶时间,不提重物就不乘车,免费车也不坐,上楼,尽量不坐电梯,当然,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。 不能玩命,更不能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,人即便退休了,也不要闲下来,用资金,退资费,老年人要有事而干,找事而干,人的身体有很大的潜在能力,要不断用它,它才能好,如果不用,各方面的机能就会退化萎缩。 五,不愁虑就不生病,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朱南村,朱南村坦言,女性养生的关键,不在于是多贵的补品,也不在于用多贵保养品,而是要开开心心,总是多愁多虑,疾病就会跟着来,现在乳腺增生甚至乳腺爱比以前多, 我看和现代人思虑多,压力大有关,快乐的事情记住,不快乐的事情都忘掉,欲试不怒,想得开,放得下,始终保持心情的平和。 六,不乱补就不生病,著名中医师寂寞之子是小莫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服用各种中药或补品来养生抗衰老,认为吃了补药,就可以高枕无忧,万事大吉。 有些有经济门利的人士,认为什么贵,什么珍惜,就一定是好的,于是千包百计稿来服用,但事实上并非个人都需要进补,进补像该花胶水施肥,花不同伐不同,且任何事物都有各度,人体所需营养物质,当然也有个适度与否的问题,确实自然需要补,但是补过了头,超过了肚,就过犹不及了。 同时补并不是简单的往身体里加,中医有时是以痛为补的,中医要养生抗衰老是一个系统工程,其中保持心理健康,全面均衡饮食,以及积极的锻炼等都非常重要,进补必须与它们有机结合起来,才能达到抗衰老,年年益寿的效果。 7. 不熬夜就不生病,国医大师朱良春,熬夜会对身体造成多种损害,最定型的就是一级劳,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。 7. 现在社会,有些人喜欢熬夜,则会导致肝胆不合,女性还会出现热经不调,进入房种快等症。 7. 游戏大学生喜欢晚上熬夜打游戏,睡到中午还不起床,更是严重影响了身体的浸血,阴阳平衡。 7. 合理的作息时间应该是这样的,称时的气,务时小气,按时进食,哈时的年,爸,不贪吃就不生病。 7. 中国工程院院士成军时,我的饭量一直都比较小,从来不贪吃,所以几十年来体重波动,一直没有超过五公斤。 7. 此外,我重在搭配食物,比如红烧肉,很多人怕油,不敢吃,但我照吃不误,只是注意当天别的高脂食物尽量少吃或不吃。 7. 另外多摄入一些蔬菜水果平衡一下,什么都吃,饮食多样化,这样就能很好地保障食品安全与健康。 7. 什么都吃一些,什么都不多吃,健康时报,ID,JKSB2013,人民日报,如果您有新闻线索,欢迎向我们爆料,关注,小力帮忙。 7.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咯。